山前没路 山后廊 廊路结拜 在山岗 廊有难来路搭救 路有难来廊躲藏 剑射乌鸦 腾空起 剑头落在廊身上 劝君交友须己身 千万莫交 无一廊 说这么几句 定场诗 咱们今天说这个书 叫因果报 什么时候的故事呢 明朝正德年间 故事发生在广东 广州 番禺县 这儿住着一个秀才 此人姓游 龙字短一瓶 这个游 叫游仲坤 人挺好 人有人才 文有文才 这边边大差不多的袖子里边呢 顶属他的文化是最高 娶妻 陈氏 两口子十分恩爱 没有儿子 有一个姑娘 名叫 名叫 英姑 这个陈氏 夫人 挺好 虽然说是女流之辈 但是 这个人很冲 没有扭扭 涅涅之态 说话 办事 痛快极了 这个姑娘 英姑 随她母亲 做事 非常的果断 敢切 敢拉 绝不拖泥带水 姑娘顶到十五岁左右 她的母亲 陈氏 得了一场大病 找大夫瞧吧 走马灯一样的换大夫 但是 回天无力 眼看这个人 就要不成了 哎呀 游得爷这眼泪哗哗的呀 气呀气呀 我跟你没过沟 你怎么就会死了呢 你不能死 你得跟我好好的 夫人苦笑一声 丈夫丈夫 生老病死 人之常情啊 你是念书的人 有什么事不明白 不要紧 相好一场 我对得起你 对得起这个家 你也十分疼爱我 我这一死 没有任何遗憾 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说你说什么事 姑娘是老大不小的了 之前呢 给她订了一门婚 我是看不见了 我死之后 赶紧的 让她完婚 有这么一家人家 好好跟人过日子 我姑娘这一辈子不受罪 我也就知足了 有的也擦她眼泪 去呀 我答应你 我一定让这闺女 好好地嫁过去 好极了 还有一件 你这个岁数也不大 我死之后 你不必难过 赶快地再找一个人 取过门来 好照顾你这后半辈 解无权之下 我也明目 哎呦 说完之后 撒手闭眼 死了 有的也哭啊 气呀 气呀 你是太疼人了 罚送吧 大鹏 办白事 夫人算是罚送 过后 平静下来一琢磨 答应自己的太太了 给姑娘完婚 可当初许婚的这个地儿 太远了 也是自己的一个朋友家的孩子 啊 这两个家爱好作亲 人家家的小子 我的姑娘 英姑 嫁给她 可是我们住 藩女 人家住在潮州 离得不近 你看现在啊 说这个 打潮州奔着藩女戏 不算什么 当年不成 也没有火车 也没汽车 这进费大了 托人找吧 哎 三下五下送信 找着那家了 一说这个事 说差不多姑娘也不小了 十五六了 哪个年头 十五六就得结婚了 谁这姑娘 十九二十不结婚 别人笑话死 一说这个事 人家也挺高兴 啊 您要是有这个意思 我们也非常愿意 赶紧吧 三说五说 放定礼 准备龙凤铁 把姑娘 风凤光光的 就嫁过去了 嫁到潮州 但是有一节 这个婆家的生活 并不是特别的好 啊 也就是说 婴姑的这个丈夫 家里日子挺穷 这个姑娘是个要强的人 你别看穷 我也跟你好好过日子 单则一样 每逢归宁的时候 就是回娘去 瞧去的时候 见着自己的父亲 什么都要 给钱 给东西 给吃的 给家具 给衣服 牛子又说 你这干嘛呀 姑娘 啊 现在我这姑娘 拼出去了 怎么回来之后 跟扫荡似的 孩子你干嘛呀 姑娘说了 干嘛 我丈夫是个念书的人 家道贫寒 我不希望他抬不起头来 被人耻笑 我就得把日子弄好了 可是你说这念书人 手无有腹肌之力 你让他一下子发财 这事难了 所以说 我就得从娘家 往婆家叨动 过了这么一年半年呢 姑娘也跟父亲说 我妈死的时候可说了 您一个人过日子不成 现如今 我是两口人过日子 而且我住在潮州 两年一年 未必方便回来一趟 你一个人 我也不放心 赶紧 再续取一方 啊 规律也是找人 四处张罗着 给爸爸续贤 哎 真说中了一句 续取的这位夫人姓曹 曹氏夫人 为人是端庄贤淑 人非常的好 很疼人 两边说妥了 就把曹夫人迎娶过来 好好过日子 转过年来 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再转过年来 又生了一个儿子 你瞧瞧 有的也高兴了 哎呀 老天爷有眼呢 嗯 之前我只有一个闺女 现如今成了 我又多了两个小子 啊 油门后代香烟不绝 说给这俩儿子得起名啊 这大儿子叫什么呢 想来想去 有的也乐了 哈哈哈哈 哎呀 我都没想到 那我有这么一个好的儿子啊 嗯 我得对他好 我得很用心的疼爱他 对 我给他起名啊 叫上心 就说我这儿子 我得上心 我得疼他 夫人也乐了 您这学问大 你这人家谁家起名 都得什么 这唐诗啊 宋词里边摘点呢 好 您这大白话上心 他也说没事 这个见名好养活 啊 这说明我很上心 我这大儿子叫上心 说您这二儿子叫什么呢 哎 我这二儿子 我也得上心 但是他终归排行第二 我给他起名叫 刺心 啊 叫第二个上心的 分出掌用 夫人说那就得了呗 反正是你的儿子 你愿意叫什么 就叫什么 一张四口 好好地过日子 是相安无事 又过了这么几年 这天在爷子屋里边正看书呢 犹打外边 夫人进来了 说夫君啊 外面来了江西省 有这么一位上差 点着名都要找你 江西省的上差 这是谁找我呀 不知道 我请进来吧 这赶紧迎出来 一瞧门口那儿 围了一大帮人 啊 正当中有一人骑着马 头上带着身上穿的 一瞧就是上司衙门来的人 啊 坐在马上 撇着辣嘴 马底下站着一帮人 大爷都认识 竟是自己的同学 啊 不错的这个念书人啊 秀才们 大伙都围着 一瞧他出来了 大伙全过来 哎呀 优兄啊 给您道喜 给您道喜 哈哈哈哈 大爷不明白呢 什么玩道喜 怎么回事 再瞧马上之人 勒坐骑 仔细观瞧 你姓游啊 啊 是我 啊 找的就是你 说着话 翻身下马 啊 有话里边说吧 这让子里边来 把人家让到上座 快点 先查 把查期得了 啊 小生 是姓游 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嗯 呃 是这样的 文庭人员 广东 三宪县 有一位秀才 有惊天伟帝之才 安邦 顶国 之志 故此 江西 镇边王老千岁 啊 十分的想见你 想聘请你到府中去 以为木宾 什么意思呢 江西呀 有一王爷啊 官方是镇边王 王爷听人说了 你这能力大 啊 实书 认字 啊 一师 大队 而且还有很多治国安邦的道理 打算把你请去 到府里边呢 做一个木宾 啊 木宾 门人清科呀 一块聊天啊 给出个主意呀 干这个似的 过去来说 像这有身份人 经常这样啊 门下十克三千 有多少多木聊 干这 一说这个 哎呦 尤大爷很激动 想不到的事情 哈哈哈哈 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俗话说的好 学会文武艺 豁卖帝王家 不假 我是念书人 我也希望 出无人头地 单有意解 这太难了 普天下 试念书的人 就一条道 啊 就是可考 可是三年一科 哪这么容易 你去了 到那就考上一状元 考上一榜眼 而且来说 您得记住了 考上状元 不代表有身份 我们有时候看戏啊 看电影啊 这人已经考中状元了 他就如何如何 您记住 状元不是官 他只能说你是今年全国考试的第一名 你没有实缺 所以说考中状元 还得等着一步一步的去熬这个官场 但是这也是念书人唯一的一条道路 那么今天镇鞭王 王家千岁都知道我了 打算请我前去作为一个木宾 那我就有了尽身之地了 这岂不是天大的好事 又一想门口这些个同学 这些个秀才 哦 人家是早知道这个事了 可没想到 整个翻玉县 就选了我一个人 当下赶紧站起身来 哎呀 上差 上差 城盟王家千岁 气重 怎奈贫盛财书学浅 恐怕有负重望 哎 你也别客气了 不要紧 啊 王爷既然知道有你这么一个人 那么好极了 你收拾收拾 随我是赶奔将心 有着客气话 跟王爷说去 你跟我说 我们是大老促 也听不懂 哦 那好 那我 我收拾收拾 什么时候走 明日启程 是是是是 有打家里边把上差送出来 上差 回衙门去休息 哎呦 这些个秀才啊 这些个同学朋友们都进来了 呦 的爷 给您道喜 哈哈哈哈 这是好事 好事 啊 有凶有了尽身之地 是我被锁 不及也 跟您没法比 大伙都不高兴 哎呀 是是是 我谢谢各位啊 我这一走啊 我也不知什么时候回来 家中啊 哎 连媳妇带孩子的家里有事 各位您还得多多关照 啊 没得说 没得说 大伙都走了 这关上门 两口子坐在这把事一说 夫人说反正是好事 啊 这一去呢 王爷要喜欢你 给个一官半职的 你这辈子也算是没白混 挺好 可有一样啊 咱都说好了 你要是去的话 你在外边 你可不能忘了我们娘仨 我们跟人家还等着你回来过日子呢 哎呀 夫人哪 你放心 啊 为父我不是那种贪力妄义之人呢 啊 我这两儿子全拜托你了 啊 我到那去 如果说有了安身立命的所在 那马上大夫人来接你们仨到那去 咱跟哪不是过日子呢 哎 好 归这东西吧 给丈夫准备应用之物 换洗的衣服都准备齐了 咋点好了 这晚上说不完的话 明儿要分别的嘛 两口子聊天 哎 说来说去 说都快天亮了 瞇一会儿吧 刚快睡着 人家上差来了 带着眼口的冰精来催来了 走吧 走吧 小小子 哎 走走走走 这儿归这完东西出来 辞别了妻子孩儿 跟随上差 赶奔江西南昌 这个一路上没有什么事 咱们是有话则长 无话则短 这一天 来在了江西南昌 倒在这儿 天已经就很晚了 说这会儿啊 王爷肯定是睡了 你啊 先住去吧 哪儿呢 离这王府不远这儿 正好有一个连升客栈 住这吧 说很多人都是在这儿住 这里边呢 有王爷请的 也有牧名来着 王爷也是没事聊天 哪有高人呢 哪有才子呢 你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这儿说了 广东藩语 有一位优秀才 这个人呢 惊天伟地 了不起一度的能量 好这请来吧 这大夫人请 这个山西 山西太原 还有一位 唐诗一万首 哪会这么些个 说他能被这么些个 好那请来吧 大夫人 说这山东济南 还有一位 能开石头 那再叫来吧 反正是网罗天下的这些个 奇人异士 都叫来 也有这个自个来的 这听说 叫他们去 我也成啊 是吧 我这个了不起啊 我上下五千年 我都知道 我会说隋唐演义 我会说杨云将 我还会说将 我还去吧 反正各处人都来 连生殿这住的人是最多 为什么呀 这个牌边好听 叫连生客栈 谁都为了上这来啊 找这么一个吉利 住在这了 明日 觐见王爷 我平步青云 我是连生三级 都爱住这 别说谁去 对不对 十八层大客栈 没人去 听着跟地狱似的 当天晚上 游子爷 就睡在这 这一晚上睡着很香 因为这一路上啊 确实是十分的牢阀 晚上伙计 给准备了酒 准备了好菜 吃饱喝足了 烫烫饺饺 特别的舒服 这一觉 就睡到了天亮 按现在中点说 得有早晨九点来中了 游子爷 这起来之后 洗脸漱口 跪着好了东西 喊伙计 七茶 喊了半天 伙计这才进来 一进来是面带惊慌 他爷您有事 天不早了 吃点水 准备点吃的东西 是 对爷 我问您点事吧 您是王爷请您来的 还是自己要来的 小玩儿啊 你不知道 我乃是王家千岁派人 去至广东藩语 上家里把我请来的 您不是听见信 自个儿 自个儿要来的 不是啊 我是请来的 好好好 您稍等片刻 殿小二出去 把门就给带上 而听得在外边 哗愣嘎门 把门锁上了 有的爷还纳闷呢 嗯 确实怎么回事 怎么还把门锁上了 难道说他就要抓我 又一想不能啊 我是王爷请来的 那他锁门是什么意思呢 猜解不透 走不等着吧 等了有这么一个多钟头 还是没来人 大爷挺不高兴 伙计 小二 你上哪弄水去了 喊了半天 还没人识茬 心说得了 我坐这啊 瞧两篇书吧 打开自个儿的书 刚看了没两篇 就听得楼梯上 登登登登登登 脚步声音 来的人都有几十人之都 来到切尽把锁打开 哗愣嘎门嘎咋咋咆哮 门分左右 游打外边 冲进爷队官兵 拿手一指 你姓游 大爷挺高兴 心说这是姐夫来了 不错 我是姓游 你是广东 藩语的 哎 正是小生 好小子 哗笼嘎门 锁链在套脖子上了 紧跟着手肘脚铁 全给砸上了 游的爷当时就傻了 哎 这茬可不对 啊 我是一个念书人 又是王家千岁 请我来的 你说我这没招谁 没惹谁 怎么给锁着了 而且从头上到脚下 这个刑具上得很奇迹 你要说我偷了东西来 把我弄走 顶多来根麻绳子 这可不成 啊 从上到下 三大劲 你这这拿我当死秋翻了呀 有的爷还没明白 我这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到我那儿就知道了 架起来 往外就走 一路直上 哗咙哗咙哗咙 楚德客栈 一看街上 乱了 昨天夜里来的时候 觉得这个城市非常的好 很安静 相当的安宁 尤其野生人静了 大伙都睡觉 自己昨天站在街头看来看 还挺高兴 哎呀 这个地方不错 此处啊 就是我以后发展的地方 高兴 可今天上午 往街上一瞧 呼 改了兵荒麻乱了 大队人马 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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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呜呜 一帮人跑过去 那边一帮人跑过来 这儿压着四个人来 那儿咔嚓一刀就杀了一个 哎呀说 哎呦我什么 这是怎么的了 背上眼睛也不敢看 让人家拉拉扯扯 装着一大车上 啊 大骡子车 车上有好几位 一瞧这各位 全都是念书人的答案 你问我 我问你全不是怎么回事 也个个是面带惊慌 走 咕噜咕噜咕噜 车赶动就往前走 有这么 半个来钟头 到地儿 啊 拉下来之后 感情这是当地的南奸 这是衙门 来到监房这儿打开门 把这帮人全都推进去 把锁锁上 人都走了 屋里边就剩下这些外贩人了 哎呀一瞧 这怎么回事呢 一看呢 这个小间房有个十了平米 啊 坐着这么六七个人 穿重打扮都像念书人 一个个是惊魂普丁 哎呀 站起来往外边看 也瞧不见什么 回头看看这几个人 这几位连婶也全变了 几位 中卫年兄年弟 啊 是是 请了请了 我问一下 几位咱们 咱们犯了什么罪 不知道 谁是犯什么罪 啊 你是哪来 我是南直立来的 啊 是 王家千岁 请着我 说这个 找我 你说我学问大是什么 我刚到这 昨天夜里来 就是怎么了 您哪来的 说我是广西来的 啊 我也是跟你们差不多 啊 我双手能写没花转字 啊 这是王爷说找我 啊 您呢 好 这一问这几位都一样 大伙都纳闷 哎呀 这倒是为什么呀 王爷不说好了吗 找我们来以作木兵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大伙都不知道 书中扮演 这位 镇边王啊 老千岁 四处的请这些个人来 朝中有人给他揍了一本 说他是招兵买马 聚草屯粮 阴谋篡位 当时是正德皇帝在位 这个正德皇帝啊 叫诸后赵 有名利带来说 这个主是一个很奇怪的皇上 有人给他定了 有人给他定了位了 说他是为荒唐天子 那这个人很奇怪 他不像一般的皇上 他的玩心太大 只要他愿意是怎么都成 平时也不办公 但要详细一出试一出 是这么一个皇上 要说高兴了啊 怎么都成 要说不高兴啊 刚才还是自己人了 马上翻脸就杀 闲的没事 皇宫内院设摆三街六市 让文武群臣都穿上小商贩的衣服 在宫里边摆上摊 卖东西 他自己呢 穿的破破烂烂 带着这么一个大总管 俩人穿成要饭的模样 哎 打这个摊到那个摊 要饭要吃的 大伙哄他玩 你想一想历朝历代 所有的皇帝家里一块 哪有这么没溜着 啊 而且偏听偏信 一听人说 镇边王要谋反 当时就急了 派朝中得力的干将 这位大臣叫王守仁 派王大人带重兵 来在了江西 是征脚镇边王 说起来 尤子爷他们呢 也是失韵不计 你要说是早来个半年呢 还能想半年的轻服 在王爷这吃好的穿好的 啊 你要说晚来一天 也就没事了 走到半道 已经祸 王爷那要造反了 大兵已经争讨 咱别去再回家吧 也就没事了 可是已经到这了 正好赶上 他跟朝中的王守仁王 大人说一天到 转过天来 啊 把王府封住了 连镇边王都拿货了 压解进京 叫龙楼玉神 皇上要问一问镇边王 你到底是不是要造反 哎呀 树倒 狐孙散 整个王府就乱了套了 有人说 那不是王爷吗 嗨 说一千到一万 那个绿条上写得好 谋朝篡位 那得寡 别的小毛病都不叫事 但是你要说造反 皇上不会允许的 亲爹也不行 所以说把镇边王 压解进京 而且要搜查党羽 说谁跟他好 查吧 整个的王府 里里外外 全搜了一遍 临走的时候 耗子窟窿 拿开水都灌了一遍 全查干净 府里边查完了 查府外边 说还有一批党羽 那是应这个镇边王的邀请 来到此处 要扶宝塔登基坐殿 要当皇上 找吧 城中所有的客栈 有得着信 你就跑了 这一把好主 你怎么回事 我不是 我就是一开始了 我这个上这来卖艺 滚蛋 他这你呢 我是王爷请的 华棱嘎杯 呆起来了 逮来逮去 就逮到游子爷这了 这一说这游子爷 有的人说是 没错 我是王爷请的 那可不呗 抓起来吧 所有的人 全都挤压在南间 分过头来 是挨个的审 因为什么呢 一切都要等 京中最后镇边王的名 要定下来 才算拉倒 每天这些秀才 在监中 那是度日如年 等来等去 就这一天 哗愣嘎杯 门开了 打外边 进来个狱卒 拿手一指 游子爷 姓游子 给你道喜 我尝尝儿 再放下来 再放下来 我许可 这个 我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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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这架子 就这个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